市長 請問一下 因為昨天的不同意票是到 昨天的8萬票 但是您在2022年市長總是9萬票 大概有這個一萬的差距 會不會擔心影響2022年的出現出數 然後怎麼看說今天議長公主委在發文的時候也提到了這個票數的差距 會不會覺得他2026有季度票出來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不同意罷免票在基隆從未投過 事實上很多市民對於這個票在投票日前的過去一兩個月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我們感謝每一張不同意罷免票所投出來 對於我們市政府施政的一個肯定跟支持 對於將近7萬的罷免同意票 我想我們非常的認真而且謙卑的看待 我們感謝這些市民朋友 在這一次的選舉有站出來做了積極的表態 而這些表態未來也一定會在我們的市政工作中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實時警惕提醒的一個最重要的民意的展現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深深感謝這些投出不同意罷免票 以及投出了同意罷免票的市民朋友 謝謝 那市長長來請問一下 那你常常有說他要連做這個罷免的 對 那是這個罷免的事情 應該你來想說他現在是在這罷免 對 那這個約定是有的 當然 我希望我能夠在今天禮拜一 我希望能夠在禮拜二下班前 就用電話 我會跟媒體詢問戴先生的手機 我會先給戴先生打個電話 看不知道他方不方便 或者傳個訊息 那等戴先生回國後 我有看到媒體的報導 我想我會親自的去拜訪戴先生 那我想先就未來如何去做深入討論的一個形式跟方法 帶我幾位幕僚深入的跟戴景安先生的 以及他所認可的團體跟代表 我們好好的先以不公開私底下的方式 先坐下來談一下形式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尊重罷免公民團體給我們的一些指證 但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是希望當這些程序上的一些方法 大家都釐清以後 我們可以在市府用透明公開 而且提供足夠的時間 讓我的主要負責的市府團隊 以及這些主要的幾位公民團體的成員 能夠有深入討論交流的機會 然後並且讓媒體也可以共同的來了解 我們市政府是非常有誠意 而且會非常努力的來跟各界來溝通 然後以各界給我們的這些意見 作為一個參考的依據 在於2025年以及2026年的一個施政 來做一個重要的施政的一個參考 跟各位市民好朋友報告 我們這一場選戰已經順利結束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基隆市民 今天的結果 不是屬於國良一個人的 是屬於全體基隆市民的 對於我們今天我們的市民朋友 對於基隆的未來 所做出的選擇 我們要深深的感謝 我們要深深的感謝 我們對於基隆民眾 我們一定會用生命來守護大家 容許我用深深的一舉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在這一場的選舉投票當中 我們最感謝的就是全體的基隆市民朋友 但是除此之外 大家也都有看到 在這幾個月 有多少的同志 伸手相助 我首先 要感謝我們中國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以及他所帶領的中央團隊 應酬為我 協助基隆 讓我們順利的打贏這一場選戰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國良 謝謝朱立倫 除此之外 包括前總統 馬英九總統 剛剛我在車上 還接到他給我的鼓勵電話 感謝韓國儀院長 陪我車隊掃接 感謝秀燕姐盧市長 陪我沿街帶票 感謝萬安市長 為我冒雨助講 感謝侯市長 跟張善政市長 每一位都是多次來到基隆 來協助基隆 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我懇請在座所有基隆的鄉親長輩 用你的雙手 來謝謝我們這些好同志 好朋友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對於這一次的大免的公民團體 我們也要表達誠摯的感謝 其實這一次的選舉 他們並沒有輸 基隆的公民 基隆的市民更沒有輸 因為我們用民主投票的方式 來完成了七十幾年來 從來都未能完成的大免投票 我也在這邊跟大家來承諾 我們一定會用謙卑的態度 在未來持續的跟我們公民團體 表達密切的聯繫 在每年的第四季 一定要邀請他們來到市政府 做深入的座談 共同商討如何改善基隆的市政 我在下週也會親自的打電話 給我們的大免領先人 戴景安先生 親自的去拜訪他 跟他一起討論 如何讓基隆的市政能夠更好 在這邊我也要藉著我們的支持者 好朋友的雙手 謝謝一下這些公民團體 好不好 乾杯施政 基隆上前 謝謝大家 請永久 IMCO 我們今天講到 這邊可以選擇 我們要她的新春 一樣 請教訓 廖